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南半球的澳洲悉尼 我想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的本心兰 最近开了有一些的本心兰 这个花是开的是有点黄色的 我买来的时候呢是没有花的 但是卖花的人 他因为看了他的样板有是枣红色的 我说我要那个枣红色的 他就卖给我 他说这个是枣红色的 但是呢我已经养了他三年了 原来呢是有花包的 买来的时候开始有花包 但是呢就是很掌控的不好呢 就是经常削包 这个花呢前段时间圣诞之前呢也有花包来的 但是也是就是下雨下的太多 他也是一样削包削掉了 现在我基本上掌握了他怎么样子去控水的呢 现在有花开 但是开出来的话出乎我意料 或不对吧 觉得有时候呢商家呢就是很不地道做生意 不是不是红的硬说是红的 所以说也很失望 但是呢我蛮喜欢的 他这个花形很漂亮 错有错的吧 也只能这样子的 我现在有两个花剑出来的 这个这个是红的 这个是我买来的时候就有花 这是拍卖时买下来的 这个也是圣诞节有花包的 也是一样削包了 但是现在呢你看他花 花剑已经出来了 现在能知道了怎么样去掌控呢 他现在就基本上没有说会缩包缩掉的 这下面这个是新芽 这个是花剑 这个呢现在来了一个花包 但是现在后面这里呢又逐步有花 有新芽出来 而且有花剑出来 你们再看一下这里吧 这里 这几个 应该会有三四个花包 两个是新芽 这已经出来的了 如果我要控水控的好的话 希望他过一段时间 再过几个月又有花看 这个是蛮值得拥有的 经常有花 这下面这里呢 好像也有花剑出来 这个 这也一个 估计应该是 不是花芽 应该是新芽 看他那个扁 不够尖 这下面好像也有 我没有组 要仔细看才能看到 过一段时间 他可能会有 会出来的 还有两个品种 是不一样的花色 这个呢 我圣诞节 录品 视频过 他那个花的颜色呢 也很漂亮 它是圣诞前后开的 这个花呢 也开了蛮多的 它这个黄色是比较黄 黄的很深的 这盆呢 是男友送给我的 第一年他送来的时候 只有两三朵花 就是圣诞的时候呢 一共是开了 有差不多十几朵吧 也削包了有一部分 但是没有削包 这么厉害吧 控制水控制好了 他这个花 我蛮喜欢的 就是一个植株 能开很多花 而且开得很漂亮 颜色也好 比去年养的好很多了 还有另外一个颜色的呢 也是他去年 给我的时候呢 好像只有两朵花 现在是翻了两倍 它那个植株上呢 也是一个植株 基本上是有四个花 包的 这些本性蓝是 蛮值得拥有的 就是它开花 能开得很多 一个植株能开 四朵 最少都能开两朵 如果要你是 肥水跟得上的呢 基本上一个植株 开四朵 五朵 是没有问题的 开的花 很漂亮 我蛮喜欢 而且它是没有什么叶子的 你只能看得到它 那个花 也不会说不好打理 它的 湿度要求蛮高的 我这些基本上都是用水苔种的 还有就是如果要是不是水苔种的呢 用了树皮的呢 我下面肯定有一个try 就是薄的那个托盘 放点水在那里 我是这样子 冬天呢 我会就是说 冬天尽量是少水 比较干 但是春夏呢 我都是会给的水比较多 而且呢 它是喜欢湿度和热度 不大喜欢太多的阳光 就是阴湿吧 特别 如果要是你家里环境比较阴湿地方 种这个 本心栏呢 是蛮好的 我这些都是放的最下一层的了 跟那个门通 就是景花栏是一个层次的 就是你可以这样子一样护理 喜欢湿气比较重 阳光也不要太多 它这个叶子呢 长出来之后呢 它会慢慢的就是黄掉落掉 落掉之后 它那个花包 就是super包才会有花芽出来 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它的花会开得很漂亮 根本看不到什么叶子 只是看到花 好了 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吧 感谢收看 我这个玩意子 就像我一样这样子 这样子 我这个玩意子 就像我一样这样子 我这边没什么